用AI做网红美女流量也太大了吧 现在无论是instagram还是小红书抖音等 都充斥着这样的AI网红美女们 比如这个账号才发了20条图文 就已经有26万粉丝 而类似的后期之秀也非常多 都是相似的操作手法 那关于AI做网红美女 我之前的视频也为大家介绍过 但是当时介绍的工具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订阅了 所以就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替代的工具 因此今天木子就来满足大家 为各位介绍一款 效果更好操作更加小白 不考验电脑配置 甚至还几乎免费的AI工具 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这些账号的图片 真实度的确很高 不仔细看的话真看不太出来 而这样的真实度 一般都是需要stable diffusion才可以实现的 但是stable diffusion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极高 还得花很多时间去跑通整个流程 这一系列的门槛直接就把很多人给劝退了 拜拜 那今天呢木子就为大家介绍一款网站叫做Tencent Art 它内嵌了stable diffusion的各项模型 既可以满足你用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深图的需求 又对你的电脑配置没有任何要求 最关键的是它使用程度非常高 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 那我们打开Tencent Art点击右上角登录 选择一个方式登录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无论是用Mid Journey还是Leonardo AI这一类的AI深图软件 怎么觉得全英文看起来好累啊 但是呢Tencent Art对英语小白就非常友好 在这里选择语言 你就可以切换到中文 整个界面是不是立马亲切了 Tencent Art整体使用的都是用算力去计算的 免费用户每天都能有100个算力 是每天都会更新的哦 那基本上啊 生成一张图都是消耗一个算力左右 最多呢2到3个算力 所以100个算力一天 对体验派来说 我觉得完全是够用了 当然为了获得更多的算力呢 你也可以升级到它的Pro版本 时间跨度啊也很自由 一天30天90天一年都可以选 那接下来我就手把手带大家用Tencent Art 去生成一个AI网红美女吧 首先我们点击帖子按钮 这个啊有点类似于社区 在Tencent Art上用户生成的作品呢 都会呈现在这里 在这里啊 你除了可以看到好看的照片以外呢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一键做同款 你可以按自己写号 在上方选择不同主题类型的图片 一般来说像真实人像之类的type下 会有很多美女的图片 我们选张图鼠标移动到图片的右上角 就会出现做同款的按钮 点击一下进入到这样一个工作台的界面 左边啊是关于这个图片的各项设置 右边呢是我过去生成的一些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配置呢 都按照刚才我们选择的那个图片默认填好了 我们点击一下在线生成 右边这里呢就是图片在生成中了 根据我的观察 一到两分钟左右图片就可以生成好 速度啊还是非常快的 好生成完了我们来对比一下结果和我们选的某版 是不是风格基本保持了一致 只有动作这些做了细微的变化 那如果你想要和原图保持完全一致 只需要在设置这里直接使用原图的细的值 再次生成 那这样我们出来的结果就是和原图完全一样了 我建议大家一次性可以多生成几张图 毕竟我们AI网红发一次帖子总要做个图级吧 但是AI网红总不至于永远都是那几个动作 那几套衣服对吧 我们呢就要为他打造不一样的场景 让他像是在真实生活中的人 所以这一步我们需要更改他的动作和背景 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三种修改的方式 方式一直接修改prompt 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微调 我们呢可以直接在提示词这里修改 而且TensenArt对英语不好的小伙伴真的无名友好 如果你不知道一些单词的英文是什么 直接在这里输入中文 他就会给你提供对应的英语单词 点选就好 是不是超级方便的 那很多人可能对提示词很熟悉 但是这里还有个反向提示词是什么意思呢 那实际上就是指我们不希望画面中出现的词 你也是可以自定义的 好了那全部设置好以后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看看效果 还真的是 我刚才在提示词中加了项链的提示词 新的画面里面就有了 那方式二根据图片去生成prompt 比如你在网上看到这个美女 无论是装造发型还是服装 整体的氛围感都很好 你呢也想要复刻在自己的AI网红上 那样就可以下载这张图片 然后在这里点击解析图片提示词 上传刚才的照片 TensenArt就会根据这张图自动出对应的prompt 我们来使用这个prompt创作一下 方式三随机生成prompt 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写prompt特别头疼 但是在TensenArt这里就根本不需要担心 在提示词框的右上角点击这个骰子 它就可以随机提供提示词 真的太适合懒人了吧 那你如果不满意就可以一直切换 直到随机出一个你满意的prompt 我们来随机用一个prompt生成看看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让网红指定做一些动作 比如让它跑起来 这个呢只需要我们在模型这里选择添加CtrlNet 找到这里的open pose 使用它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非常多的姿势供你选择 你甚至可以上传一张图 让深层的网红复刻你上传的这张图里的姿势 那图片生成好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调整一高清修复 首先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加高分辨率的图片 就可以点击这里的高清修复 那不同的放大倍数啊 就是不同的像素 直接选择就好 下方修复方式这里 可以保持默认 或者根据自己的素材 选一个合适的方式 其他呢一般不需要更改 直接在线生成就可以了 调整2 A Detailer 这个功能啊主要是针对脸部 手部身体生成的一些部位进行微调 尤其是有时候AI不太稳定 出现什么六根手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就会非常好用 比如我想把这张图里的女生表情变成微笑 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面部的模型 在提示词里写smile生成 白气球打了黑气球 黑气球应该怎么办呢 告白气球 冷笑话冷不冷 调整3 举步重绘 比如我们想要在画面中添加或者替换某些东西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先涂抹出你要更改的区域 然后在提示词这里写相应的物品或者更改 然后生成就可以了 实际上Tyson Art除了可以生成网红美女 还有超级多其他的功能 包括生成不同类型的图片动图等等 还有各种开源的模型 非常值得探索 我当时玩的第一天 直接就把它一百算力给干没了 那比如啊高采我们生成的图片 实际上的都是用了一个或几个模型的效果 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别的模型 比如我在这里选择一个偏动漫风格的模型 然后套用我们之前的prompt看看出来的效果 除此以外呢我觉得Tyson Art这里的AI小工具模块也都非常好玩 比如这里有好几个把照片变皮克斯或卡通风格的工具 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这类定制AI卡通形象的账号 为自己孩子宠物等做虚拟IP也是非常有趣的 还有呢就是这里的AI换脸功能啊 换脸类的工具啊实际上我也介绍了蛮多的 但是它是几乎完全免费使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用 那Tyson Art也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 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分区 比如二次元人像真实等 大家就可以直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垂垂进去 进去以后呢所有关于这个风格的帖子 模型和AI小工具都做了集成 大家找起来就会更方便 除此以外可能很多小伙伴自己的动手能力就非常强 说我就是要做不一样的花火 想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AI小工具 那么呢也是完全可以的 实际上Tyson Art里的AI Tools 本质就是Compid UI Workflow 那什么是Compid UI Workflow呢 就是啊可以搭建自己的AI生徒工作流 还可以呢随意调试 可控性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要自制的话 只需要呢在这里点击工作流模式 就可以新建啦 接下来关于Tyson Art一些小设置 再和大家详细说明一下 首先主页这里上方的在线深图按钮 点开来就是我们之前展示的那个工作台界面 所以啊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关了也没事 这里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的 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下载它的APP端 功能和电脑端是完全一致的 但这样就可以允许你随时随地拿来做图了 头像下方选择设置 这里呢有一个成员内容的开关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开关 那画面就不可描述了 最后Tyson Art不仅是为用户提供模型的平台 也是为模型创作者提供了盈利的渠道 你只要上传了自己的模型 并且他们被用户使用到 你就有机会赚钱 不光呢会根据模型的运营次数获取收益 用户如果给你打赏 你同样可以提现 是不是对创作者也是超级友好的 所以呢实际上赚钱的方法还有很多 现在AI时代下更加是拓展了我们的可能性 我相信啊未来淘汰你的不是AI 而是会使用AI工具的人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遇 为自己的人生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在里面我不仅分享了AI工具的使用方式 还有AI如何替你减轻工作量 如何帮你打造个人的IP等等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里面的链接 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油脂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使用AI改变生活 转被动收入